最新报道 昨夜东城区一家金库被盗 丢失黄金一百二十五公斤 犯罪分子乔装成金店的保安 利用假证件提走黄金 犯罪过程中 金库内的监控设施均被切断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只发现少量血迹 经DNA鉴定 血迹属金库内的一名失踪管理人员 该男子可能已经遇害 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命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亦发生命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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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儿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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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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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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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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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